要講戒殺放生的功德利益 戒殺放生 就是說以前有一個公案 這什麼公案呢 有一個人他沒有吃素 沒有吃素 但是這人有善根 已經在接觸佛法了 古代要坐船渡江 然後他上了船以後 船上的工作人員 就剛從江裡面撈起兩尾很大的魚 生命力很強 就在那裡兜售 有沒有人要買魚 現在你如果買的話我馬上就殺 新鮮的魚湯 肥美的魚肉 我就在那邊一直講 這個居士呢 他看到這魚好大 心裡有所不忍 一樣是血肉之躯 就跟賣魚的講 多少錢 他說這個這麼大這麼有生命力 至少要三百錢 好三百錢我買了 買了現在嗎 你要做什麼樣的方式 就看他要怎麼樣烹調 他說不不不 我今天不想吃 到了第二天人家問了 客觀你買的那兩條魚 今天是不是幫你宰了 他說又來問了 他就說撒謊 我今天吃觀音災 慢一點 下一招不知道要用哪一招了 救人有的時候腦筋不夠好 也救不動的 他說吃觀音災 觀音災祈 同時有的人專修觀音法門 他是守觀音災祈的 觀音災祈 這很好查 我們都這個書 佛經那個都有觀音災祈表 他就說謊 其實他沒有吃災 他就說我吃觀音災 為了救那兩條魚 這叫什麼 善意的謊言 我們持別解脫戒 持五戒的時候 絕對不可以說謊 但是純然要利益眾生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叫利他 利他就是菩薩戒 當菩薩戒跟五戒 別解脫戒的五戒 抵觸的時候 以什麼為主 以菩薩戒為主 所以他就這樣 但這個人他不懂這戒法 他是一個同情心 一個慈悲心 就說了謊 我在這邊順道跟同修講 如果有壞人 拿著刀 拿著棍子 要打人殺人 這個人往這邊跑過去了 對不對 然後他就問你 你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往那邊跑了 你如果比這一邊 你不是害死他了嗎 你就說那邊 這個沒有犯戒 讓你自己趕快跑去報警 對不對 自己也要保護自己安全 把自身陷於險境 犯菩薩戒 講回觀音哉 所以這個沒有吃素 也沒有學佛很深入的這位居士 這位男仲 他有這樣的善心 就說我吃觀音哉 這個船開到江心的時候 忽然狂風俱作 這個船被打得東倒西歪的 然後天色通通都是烏雲 這個時候看到雲上面 明顯浮出兩個字 全船的人看到了 什麼字呢 假哉 浮出假哉 假吃觀音哉 假哉 兩個字 不是台語假哉 這個大家看 怎麼雲上面有異象 還浮出假哉 船上有沒有人吃假哉的 有沒有 有就承認了 不要害我們了 這有天遣了 有沒有人吃假哉 這個善心的男的 就想說 我為了救那兩條魚 一時說了謊 說謊稱吃觀音哉 其實我沒有吃哉 這莫非這樣招了天遣 我不要害大家 我說謊了 我吃假哉 就舉手 他說你吃假哉 你下去吧 大家就把他推下去 推下去了 剛好有一塊浮墓 他就抓著他的浮墓 就在那裡浮浮沉沉的 沒有多久 就在他眼前 那套船全部都沉了 所有人都罹難了 都溺死了 結果他抓著這塊浮墓 飄上岸 你看他一念善心 縱使說了謊 要救這兩條魚 他也幸免於難 這是什麼 這一艘船本來大家都要 共業姻緣 都要死的 而這個一念善心 為了救那兩條魚 怎麼樣 上天把你留下來 給你一個重生的機會 這公案叫什麼 假哉 免念 佛教非常有名的公案 所以說你縱使啊 有小小的善心善念 你都會作用到自己身上 相對的你有小小的惡心惡念呢 你也難逃 也抱啊 所以我們已經學佛修習了 持戒有沒有很重要 真是太重要了 持戒就是保護自己 你看很多人都想一生修成 一生成就道業 一生成就道業的特徵是什麼 延持戒律 無論是顯教修這個大聖佛法 或者是小聖佛法都好 你如果沒有延持戒律 你很難一生修成的 如果是金剛密聖 他的戒律啊 我們講的 別解脫戒跟菩薩戒 以菩薩戒為主 對不對 但是有很多人拿這個 作為自己犯戒的藉口 上司說過啊 為了一個善的動機 為了要利益別人 說謊在所不惜 這個不犯無戒 所以他叫習慣性說謊騙人 那你自己去承擔後果 是純然要利他 真的要救人 都沒有為自己 沒有為自己的方便 沒有為自己不持戒經驗 沒有為自己不精進 沒有昧自己的良心 找理由借口的 要這樣子 當然來救人 那當然就是不犯戒 那以三聖律儀來講 別解脫戒 大聖菩薩戒 還有金剛三昧夜戒 剛才講別解脫戒 抵觸菩薩戒 以菩薩戒為主 對不對 菩薩戒抵觸金剛三昧夜戒 以三昧夜戒為主 它是有級別的差異 但是那個動機都要正確 什麼樣的起心動念的動機 它會帶到這件事情的結果 如果你的動機是不乾淨的 有一分毫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的 那你的結果當然也是果遭欲驅了 就是不善美的結果 這個一定要注意的 我們大家來學佛修行 很多人到現在沒有吃素 對不對 還沒有吃素 就是因為想到許多肉食的美食 你一吃素了 就要跟它切斷 這些美食就要離你遠去 想到不僅創然淚下 學佛修行何至於這麼痛苦 換個角度想 一日素食 天下殺生無我份 天下這些殺生的刀兵劫命在 你沒有在其中 剛才那個假災免逆公安的那個居士 他一念放生 想要救那兩條魚的命 他就脫眠了 殺暴可以脫眠了 貢業 大家你看這個貢業 你看台中以前這個什麼 好像威爾康餐廳大火全部被燒死了 在這個玻璃帷幕裡面 本門燒 全部被燒死 日月潭那個沉船全部都死掉 對不對 這就是貢業 墜劑很多掉下來 那是飛機上的通通死了 但是也有奇蹟 墜劑也有兩三個人活的 對不對 要乘船也有人 也沒有淹死的 為什麼 脫眠 你要脫眠一定有善根 有善業的因緣在其中 是不是 所以你要多做這些善業的因緣 我們晚上來聊天 多謝 然後再消患 我 你 怎麼